哈哈哈哈 他只有我一刻脫掉 我今天沒有他睫毛膏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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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想說 有沒有想跟大家講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就是 大家都知道今天很冷 我們的主題就是 北中南的各個的氣候的穿搭 但是 剛剛我們有查過 其實南部的氣候是多少 沒有查過 也不是太冷 也不是太熱 但也沒有台北那麼冷 沒有北部那麼冷 北部真的超冷 我今天是穿高嶺毛衣加風衣大外操 而且穿很多耶 對 因為我昨天被冷到 我沒有想到說會這麼冷 我昨天穿雪綁的洋裝 可是辦公室蠻 蠻悶的 對我剛剛在 那個攝影棚也覺得很悶 但是 對啊 但是 而且 而且 有那個沙塵爆 大家有沒有要戴口罩 對 空氣大 最近不太好 又冷又長 空氣又長 現在的天氣很棒 前幾天太熱了 我也喜歡 我覺得 白天可以 晚上有一點冷 衣服好春天 沒有 應該是夏天吧 我本來應該是有南 就是南部的天氣代表 但是其實南部好像以下也沒有 可於現在是南部的天氣代表 但是 我剛好說大家看我穿這樣 是不是會覺得我有神經病 因為今天很冷耶 今天很冷耶 你先開始介紹 好 那就開始囉 就是我今天是北部的代表 就是我這樣搭的話好像是 就是上衣跟洋裝都是這一週 然後 先介紹洋裝好了 這個洋裝是雪紡的面料 然後我很喜歡它的紅色 就是它很鮮紅 就是很顯白的一個顏色 然後 這個條紋裡面的T恤 它是 它是有彈性的這種感覺 這樣子 就是它有彈性 然後它有很多顏色 你也可以 像這樣穿成 就是有點圓領 有點方領的感覺 或是你可以拉成 也可以拉一致領 就是看你要怎麼搭 如果是 你外面還有再搭一件的話 像我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 就可以拉成正常的領子 所以它 拉成正常的領子 也不會很奇怪對不對 對啊好像還好 就很像方領的感覺 對啊就有點像方領 這樣 這樣 裙子會顯胖嗎 好像還好耶 我覺得 因為它裙子下面是做300的 就是 其實是 比較休閒一點的版性 然後它這邊兩側有口袋 就是我覺得還 夏天穿的話 就是很涼快 而且 就是很舒服啦 因為它是雪紡的面料 就是很垂 有點垂墜的感覺 它兩側有做開草 對它還有做開草 它前面有那個剪接的線 我覺得算蠻顯瘦 就是這邊它有故意剪 喔 它這邊 它這邊有故意做兩條 對對對 兩條線 看起來比較瘦 對 它因為它的剪裁所以看起來 其實好像蠻瘦的 因為它是做300的啦 所以好像要剪裁 算蠻顯瘦的 但是不會透 就是它的是 它是很 很飽和的 顏色 然後也不會透 目前 欸對 這件很便宜 好像是390 然後 然後 洋裝好是690 對 這件390 嗯 長度 長度到 我是158公分 這樣看得懂 看得懂 長度是到我的小腿肚子 我也是小腿肚子 好像是不會 夏天好了 夏天好適合紅色 真的蠻是 而且我們這一包好像蠻多紅色的單品 對 我覺得我們越來越多紅色 我覺得這紅色很漂亮 很適合 因為它不是 它不是就是很鮮紅的顏色 它是有一點 磚 磚 酒紅的那種感 對 很顯白 如果跟那個襯衫的紅色比的話 這個是再暗一點點的紅色 再暗一點點 對 我覺得很好看的紅色 然後 然後如果你出去度假的話 就可以搭這個草帽 草帽也是我們 新品 它這邊很可愛 它這邊有做蝴蝶結 有一點 對 就是你可以戴在側邊 我覺得這紅色很百搭欸 我覺得好像搭成都很好看 對阿這好像是基本款 對 基本款 而且它這個是偏淺 淺色的 淺的顏色 淺的顏色 就是不是深色 所以淺的話看起來 就是更 比較重一點點 更 就是更 更怎麼講 更 夏天 對對更夏天 比較適合夏天帶 對 很適合野餐 它裡面是不能調的 它就是這樣 這樣 喔這頂是不能調的 對它是不能調的 但是我戴的話 我是覺得 OK 就是不會太 不會套太熟 因為它剛好到這邊就卡住 另外一頂可以調 然後已經賣完了 但之後會補貨 你說可余的這個可以調是不是 對 那邊可以調 它裡面是可以調的 我還自己不知道 草帽是新品喔 這個草帽還有可余的 美樂 整身look就很像休閒獨家 對沒錯 就是很想去度假 就是很想去度假 對 看一下 這個草帽賣完了 但是剛剛小楊說會補貨 很適合野餐欸 有人也提到我們的keyword 禮拜六大家會來跟我們野餐嗎 延期 就是上禮拜 本來是上禮拜Vogue舉辦的野餐 然後延期到這禮拜 因為上禮拜會下雨 結果真的下雨了 所以這禮拜就不會下雨了 我不知道欸 會天氣變好嗎 今天禮拜幾啊 今天禮拜二 今天禮拜二 不知道 我要來介紹我身上的衣服 好 我今天穿的很青春欸 很樣 很樣 對啊超樣 而且大家應該看不出來這件是我的款 蠻看不出來 妳看不出來 妳知道這件是嗎 我不知道 我以為是芽芽的 對很像芽芽的 很像芽芽的款 夏天的時候我就想要穿 平口或是一字領的衣服 可是我的手臂又很粗 嗯 所以我就做了這個 把它整個遮起來 可以遮住 把它整圈遮起來 而且它下面很可愛欸 這邊 它裡面是有黃色的一個小清雞 對然後這邊 就是它這個配色啊 它是白配黃 然後有一個前藍是配深藍 然後配色是配在這邊這個細的肩帶 然後它的顏色是跟這個荷葉翻起來是一樣的 然後那個時候 采貴有一直問我說 這個配色滾邊是確定是滾在裡面嗎 因為它很怕是工廠做錯 我就說沒有沒有沒有錯就是在裡面 因為我覺得滾在外面好像太太多了 對可是它裡面的話就是如果 若隱若現的感覺 若隱若現的感覺 就是若隱若現的感覺 我覺得蠻可愛的 對 所以它是配在裡面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就是跟衣服的顏色一樣 然後可以自己放一個蝴蝶姐 然後蝴蝶姐又再把你的 手臂又再遮起來 所以這就是如果說你跟我一樣 上半身肉肉的話 可以穿的一字裡 然後這個也是很適合去 度假啊海邊啊野餐都很適合 然後官網的話 這個下面是配裙子 我現在配牛仔褲 其實我現在沒有涼鞋 不然就是配一個綁帶涼鞋 就可以去海邊了 然後就可以搭一個草帽 可是因為這個草帽有一點 就是賣完的那一地 有一點變形 所以我現在戴起來有一點 奇怪 但是大概感覺 整體大概感覺就是這樣 就是大家可以 去那個野餐日的時候 就可以穿這樣來找我們 然後我現在一直在行筆梯 不是因為我穿很少 是因為我感冒了 很有度假服 我覺得度假真的 你不覺得度假的時候 就會穿一些平常不會穿衣服 對真的 然後你會買一些比較浮誇 對 然後比較有設計感的衣服 不然就是出國的時候 跟那種很浮誇的衣服 特別想要穿一些平常穿的衣服 雖然最近幾天台灣有點冷 那如果說你最近有要出國 比如說去泰國啊 巴黎島啊 長灘島的話 好像蠻多人 真的蠻多人在泰國啦 我覺得這件真的蠻特別的 什麼 怎麼樣太低一點 滾邊很可能 有一點 原來是同一件 哪一件同一件 大家都在講那個禮拜六的天氣 會是好天氣吧 是嗎 長灘島今年不開放 真的喔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欸 但我只要 我朋友他們都去巴黎島 對就是度假的FU 如果你要度假你會想要買 是不是應該可以買 材質是什麼 但是我要說 這個材質是有點像 就是襯衫 就是襯衫的那種材質 然後 這個啊 可能要別人 就是你穿上去之後 別人綁你綁會比較好看 比如說你是跟男朋友去度假 就請男朋友綁 男朋友會綁嗎 不是啊 姐妹去度假就請姐妹綁 就是這個要別人綁會比較好看 你可以先穿上去 然後他的這個 這個鬆緊帶不會太緊 不會很勒人 然後真的把手臂 手臂最胖就是這裡嘛 就是這裡 我沒辦法先起來給大家看 太可怕了 就是這邊他全部都遮起來 然後剩下這裡 就是比較瘦的地方 還有尖頭這裡 然後還有 我不是很明顯的 So good 材質會皺皺的嗎 需要燙一下 可能稍微 因為他是襯衫的材質 就是可以燙但是 沒有到超級皺我覺得 因為畢竟他這邊 也有這個 折 所以其實看起來是還好 男朋友超過的東西 男朋友超過的東西 我覺得不然就是自己先綁好再穿 還是請飯店的人幫你綁好再穿 綁好再穿 自己綁會抽筋 可以穿藍色的嗎 你要換藍色而已 還是我拿過來給你看 好 那你等我一下 Molly先 那我們先換Molly 先介紹我的 Molly今天穿的很蠟耶 我的這個是 套裝 一套的 因為我昨天收到小盒子 就是 有人問我說 他的身高跟我一樣 然後 穿這個套裝 是不是 會太長 還是太大 好像不會耶 好像 褲長好像是 還可以的 然後 腰這邊就是 稍微拉高一點 就可以了 滿顯長的 他是 真肢的 所以他可以 就是整個這樣順下來 不是挺 而且黑色穿全黑好顯瘦喔 對 然後 我身高 150 然後 這個是有點 雙肩帶的 設計 對 蛤 不用擦了 就是這個是藍色的 我用筆 藍色比較 知性 我覺得比較 知性 更穩重一點 就是 你看他是前藍 然後 深藍的條 然後他這個蝴蝶結沒綁的時候 就會是像這樣 兩條 然後自己 先穿上去之後再綁 其實 前藍也是蠻好看的 對 前藍好像也有寫白耶 前藍可以配白苦 對不對 好可愛 前藍是 可能 氣質比較沈穩一點的人 比較適合 你比較活潑眼的話 比較適合 就比較適合 可能想買白色還是笑話 當然 當然也可以 然後這邊 他配色是滾面 在裡面 前藍跟前藍 這個當初配色配了 大概是一百年 一百年 因為真的很難配 不知道配出來會是怎樣 那個時候 對 看完決定要包色 要包...怎麼包色 毛鯉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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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 你會試試的嗎 我覺得他的針織蠻舒服的 然後我穿的應該是適合台北的天慶 因為他直接單穿的 牛在外套 我看一下他的針織素 是...好像是... 軟的 倒是那種毛鯉的 不是透的 那種厚的 對...對...對... 現在穿也蠻適合的 就是很適合有些人夏天還是會想要針織的面 像我就很喜歡針織自己本身的 螺紋的那個線條 就是如果你夏天想穿針織就可以選這款套裝 因為我覺得指紋的好像也...就是讓你整個線條變直的感覺 要很修飾 對...就會很修飾 因為你不一定要這樣子穿 你可以搭配...就是下面可以搭... 不一樣的 對...然後上面搭這個 可以拆開自由搭 然後這個的話還有淺... 顏色跟咖啡色 我喜歡杏色 小楊有穿咖啡色 我覺得咖啡色好像也蠻好看的 咖啡色看起來比較質性一點 而且我也很喜歡他這個雙肩帶 因為一般針織背心 然後很少會看到雙肩...雙條肩帶的設計 褲子會太貼嗎? 我穿褲子... 它好像是有點寬鬆 天寬的 順下來的感覺 算是高腰...高腰的 對...高腰...我穿大概到肚氣色 你可以穿到多高就... 看...看你要拉到哪裡就拉到哪裡 對啊... 它是有彈性的 褲長...褲長是比較寬...寬一點點的 所以...不會卡卡的 感覺很舒服耶 而且它褲長是不是... 沒事...我看錯了...我以為它有花邊 我覺得看起來像有花邊 對...看起來像有花邊 看起來像有花邊 因為它是做... 就是...它是做... 就是...它是做... 有點微立體的那種質條 所以... 邊邊有看起來像小花邊的感覺 對啊... 褲子會不會太長 太長... 我覺得...MOLY... MOLY150穿我覺得還好 對...150穿很多... 對... 因為...可以自己拉啦 如果你覺得太...太...太長的話 你就把它拉高一點 然後綁緊一點 對... 對... 對吧... 好...我們介紹完我的了 喜歡連身褲帶上... 可是它是分開的... 對...它是分開的... 它看起來很像... MOLY把它拉出來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它是分開的... 它是分開的... 它就是上面是背心 然後下面是褲子 所以... 可以分開搭配 看一下... 欸...它的... 腰圍是寬的... 鬆緊的... 對...它這邊是寬的... 這樣好像比較舒服... 舒服... 就不會細細的... 然後會勒...勒住的感覺 對... 褲子跟上衣是... 裡面褲子跟上衣是一套的 對... 然後它也可以分開來搭 對... 然後會是穿在一起 158穿會落地嗎? 不會耶... 不會落地... 因為我150穿... MOLY是150... CINDY說原來是分開的... 它原來是合在一起的 對... 看起來好像合在一起的 但其實它是分開的 而且背心是做短板的耶... 我覺得... 這樣...這樣你就可以不用紮進去 對... 我覺得小資女好像還可以夠... 對... 好像... 買著它好像可以... 嗯... 好... 那我介紹完了... 那...那換我... 好像... 穿了另外一件好像也是蠻適合野餐... 野餐去的感覺 對...Peggy都會... 瞬間變一個風格 因為我會配髮型 但我現在好像沒有時間編髮 剛剛MOLY穿牛仔外套是MQ的 MQ的 對... 欸我們這裡擺一個少牛仔外套耶 是有個少牛仔外套耶 是有個少牛仔外套耶... 呃...在樓...在這裡啊 那我等一下... 好像有人想看 我想說... 這個... 這個洋裝... 哇...這樣我完全就是... 哇...林家女孩耶... 林家女孩耶... 哈哈哈... 我們都可以拿一個包包... 然後可以坐在那邊... 直接拍一個情境的感覺 因為...這個長裙... 上次好像我一直穿長裙... 對... 欸我好像很久沒有穿褲子了耶... 哈哈... 就是... 呃...這個... 它的面料是做條紋... 它是...其實它是細條紋... 細條紋的... 它是細條紋的... 這種... 綿質的感覺... 對...它摸起來很舒服耶... 對...它是綿質的感覺... 然後... 它有三個顏色... 有粉色...杏色... 跟...後面... 有藍色... 我覺得藍色很可愛耶... 藍色也很可愛... 藍色好可愛喔... 但我想說我今天穿新色... 喔...這樣好像會遮到我的... 那個... 光... 藍色其實也很可愛... 因為它是有一點... 淡藍... 天藍色的這種感覺... 藍色其實配... 草地跟藍天好像也蠻適合... 對啊...很適合... 你... 李八六可以穿這個... 哈哈哈... 藍色是這樣... 然後穿著黏扣啊... 都是做... 跟衣服... 衣服一樣的顏色... 有點透明的...這種... 透明的軟糖的... 軟糖的感覺... 這好可愛喔... 然後... 它前面其實是... 不能打開的... 它是... 黏屎的... 這樣... 黏屎... 黏屎... 就是固定的啦... 固定的... 所以你不用怕曝光... 它後面的話就是... 是做拉鍊... 它其實是... 喔... 它是拉鍊的... 對...它是做拉鍊... 而且它這邊有做這個... 那個... 腰圍... 對...腰圍... 對啊... 它是... 這邊這款是做高腰的剪裁... 所以... 就是... 也不用... 也不用鬆緊帶... 直接做腰身... 因為有些人怕... 穿洋裝會感覺很像... 孕婦... 對... 但這件不會... 因為它是有做腰身的... 就是做... 又是做高腰... 就是看起來... 下半身比例好像會比較長一點... 就是有點... 蓬蓬曲的感覺... 然後... 因為性色的話... 有些人可能會怕比較透... 然後它裡面有做內裡... 它內裡是直接... 喔... 它是有做內裡的... 我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 剛剛好像有人問說... 會不會透... 不會... 喔... 它是有做內裡的... 它... 每一色都有加內裡... 然後它內裡是很舒服的... 好貼心喔... 就是這種... 很輕膚的這種內裡的產品... 就是很舒服的... 就你夏天... 你也不怕會... 就是... 黏... 黏黏黏的感覺... 對... 像這樣... 有人說... 假扣子... 胸部大的話... 不怕會爆開... 可是我是沒有這個疑慮... 對啊... 就不用怕被爆開... 可以給你一次158喔... 然後... 因為這款就是... 做比較休閒的感覺... 對... 想看粉色的... 我去拿粉色的給大家... 粉色...好... 那我看一下... 欸... 它壓到了... 欸... 帽子剛剛有介紹裡面可以調... 欸... 反正... 欸... 帽子... 帽子你剛剛有講裡面可以調... 剛剛Ruby有說... 喔... 對... 它裡面可以調整... 就是你可以拉緊一點... 再戴上去... 就是... 因為這款帽子... 比剛才那款... 比較... 這款再更軟一點... 所以...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比較難駕魚... 只是... 但是它這邊是有做... 有一點鋼圈... 就是它外面... 它外面的荷葉是做鋼圈這樣子... 你可以自己... 自己捏... 就是你自己捏你要的形狀... 這款會在補破喔... 粉色好可愛喔... 這款帽子會在補破... 對... 你就可以... 自己捏阿... 你想要把它往上面... 我跟妳講... 這... 這頂被我們壓壞了... 我們... 外拍的時候... 喔...對... 我們外拍... 帶出去拍照... 有可能有壓到... 但是你們食品收到應該還是會很美的... 因為這款有點壓到... 軟掉了... 粉色在這裡... 粉色也很可愛... 粉色也很可愛... 粉色... 大家會不會有選色障礙阿... 這... 這...這...這三色... 粉色... 粉色是有一點... 軟... 好... 那...那... 那...那我差不多了... 我去玩下一套... 好 可以先幫我拿一下嗎? 我穿的上衣是那個... 早晨 清新早晨是嗎 刺繡上衣 凝晴 它是寫early in 什麼什麼鬼 early in the morning 然後它是T恤 它有很多顏色 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在 它背後有一個蝴蝶結 希望沒有人幫你 Ruby跟我在拍照 就是我來講 這個蝴蝶結 如果你這樣拉比較緊一點的話 你從正面看就會 被束起來 就是被束到後面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依照你自己想要它 前面你想要穿起來比較寬 還是你要穿起來比較帥 如果你前面要砸進去的話就可以綁緊一點 就可以綁緊一點 但是如果你要放出來的話 你後面的蝴蝶結就不要綁太緊 不然它會拉到前面 現在是鬆的 對 那還是你要綁緊一點給大家看 你綁一個適中 就是如果你想要前面扎 你就是要在乎你後面的蝴蝶結的位置 你就綁 你就綁稍微高一點 這樣大家看得到嗎 這樣綁高一點比較可愛 而且因為現在大家幾乎都穿高腰褲啊 或是高腰裙子 所以比較難去露到羽肉 不是露啦皮膚 就是皮膚 這樣子就很可愛 這好像很可愛 這件跟之前午餐限定大家很喜歡的那個 有那個兩件式的 之前是長袖的 那是一件式的 因為之前那個是兩件式的 之前是兩件式 就是一件式 然後它的材質比較軟一點 黑色是台灣製造的 黑色穿起來很顯白耶 而且我覺得它的材質好舒服喔 它的材質是很軟 很舒服很晃 有點像是末代爾嗎 的那種感覺 但這個也是MIT 也是MIT的 欸我要先拍 好好好 蝴蝶結綁的好 我都看不到耶 我現在蝴蝶結綁的很好是不是 然後它這個上衣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每一個底色不一樣的 它配的字都不一樣 有一個淺粉是配 深紅嗎 然後有一個淺 淺綠配深綠的我覺得也很可愛 然後白色的是配咖啡色的字 然後我配的裙子是我個人 應該是這禮拜最喜歡的 就是我那時候有穿去韓國 穿杏色 然後我今天穿的是軍路 它是牌扣的裙子 然後後面這邊是鬆子袋 然後它前面有做不規則 就是一邊長一邊動 這樣子 短的那邊看起來 腿有比較長是嗎 對 有點遠 看不太清楚 對 然後有人問我說 因為我有穿去韓國嘛 有人問我說 這個會不會顯屁股 我覺得 不會啊 因為它A字 就會把你屁股的形狀 你穿這件其實很顯瘦欸 對 而且 就是 我要講什麼 綠色也很顯白 而且你 有人問我說有沒有穿安全褲 我去韓國的時候是沒有的 它雖然是短裙 但我覺得 因為它這邊比較長 所以就 好像就還好 而且它這個黑衣 就是有一點深色的扣子 然後搭黑色的上衣 蠻可愛的 然後我有拿 別的顏色 因為很多人在IG上面 私訊我 說我 我穿的到底是什麼顏色 我穿的是這個 這個是杏色 杏色 然後這個是卡其色 換了遠一點給大家比較一下 就是一個 比較淺 這個比較淺的是杏色 這個比較深的是卡其色 看 扣子是真的嗎 是真的 就是全部打開就是一片 所以穿的時候是一顆一顆 不用扣到一顆一顆 扣前兩顆 應該就是前兩顆把它打開 倒三顆 對 然後它尺寸 因為它後面是鬆緊帶 所以可以抓一下自己要穿什麼尺寸 可餘 推哪一個顏色 我推這個啊 我最喜歡的 我推性色 再來是軍綠色 軍綠色配黑色也蠻可愛的 剛剛姜姜也說要買 我推它卡其 因為瑞姜好像比較適合卡其 你說你推它這個 對對對 然後後面這個是 專橘色 然後它的釦子 可以給大家看是這種琥珀的 看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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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看起來是黑的 它是那種 應該這邊看好像看得到嗎 會透有紋路的琥珀的 就是有一點琥珀的顏色 裙子不規則好可惜 不喜歡不規則是嗎 可是我覺得不規則好像是 看起來很長欸 短的那邊好像顯瘦 顯長 想看上衣拉出來的 喔 上衣它本身就是短板的 但是因為我剛剛 因為這個裙子的剪裁是A字 所以 如果我沒有紮的話 就會把最實 最細的地方 折住 所以我剛剛稍微紮了一點點 可是 我後面這邊是沒有紮的 這邊是放出來的 然後我現在把前面拉出來 前面拉出來 就是這樣 前面拉出來 我156是 剛好到 剛好遮住肚器吧 這個是沒有拉的 沒有紮的 可是紮起來比例比較好對不對 對 因為A字群它最細的地方就是 它是這樣 所以它線條最細的地方 是上面 所以你要把上面那一段 露出來 底底看起來比較好 因為你看現在這樣 看起來就比較胖 然後我剛剛就是 稍微的塞了一點點進去 比較好 我156 可是也蠻多人喜歡不規則的 我穿S號 今天的鏡頭有一點低 黑色 對啊我覺得上衣黑色真的蠻好看的 有買超舒服 不是說上衣嗎 為什麼沒有人來接我 Perry換衣服 再重新把衣服炸進去 大家還有想要看什麼衣服嗎 因為今天小衣不在 沒有人幫我們打衣服 可以看綠色粉色嗎 都上衣嗎 在比較靠右邊的架子那裡 其他顏色是說裙子還是上衣 點點洋裝 點點洋裝我要跟大家說 不好意思一件事情 就是米色放在我家 這邊只有深藍的 但等一下還是可以穿深藍的 很冷嗎 你好 我直接幫你下一頭 好直接變成肯丁的穿搭 超冷的 好 你蠻適合穿這個顏色 你上次穿這個顏色我也覺得很好看 可是螢幕上好像看起來有點暗 但是它其實是 比較淺一點的 果綠色吧 對啊 看起來有點暗 就上衣 然後我想說自己搭了一個防護包 想說應該大家可以這樣搭配 就是它這件的話 怎麼講 它是學放的面料 然後你可以正常穿內衣 就是你可以正常穿內衣它不會露出來 因為它是寬的肩帶 然後它這邊很可愛是它直接做 比較上修尾 只要下來平接它的那個擺摺 所以看起來就會 就是有一種可愛的感覺 可以搭 可以搭牛仔 牛仔短褲 或是淺一點的牛仔長褲 但是因為我剛剛找不到淺一點的牛仔長褲 所以我想說 先抓一件就是 上禮拜上架的牛仔褲 就是這邊有刺繡這個 顏色好像剛好可以對到 但是這個 這個還是以官網的顏色為主 因為這個是 看起來好像有點色差 好穿喔 應該去跑步是不是 沒有我 跑過來 吊帶褲 吊帶褲 吊帶褲我只要是哪一件 白色 對我等一下穿 你等一下穿 我好像介紹完了 可以看後面的 粉刺洋裝 等一下可以倒回去看 因為剛剛PG有介紹過 然後這個是 剛剛大家在說想看的短袖的 這個是淺綠 我覺得它是薄荷綠 對它就是算 薄荷綠 然後它配的字是深綠色的 我覺得這個也蠻可愛的 這個綠色很可愛 但是白色好像最多人買 白色是就好搭嘛 它是配咖啡色 你下半身可以配卡其色就很好看 對它這個字其實是咖啡色的字 但是白色會有點透 所以你裡面還是要內搭 白色有點透 其他顏色就還好 黑色就不怕 黑色不會透 白色比較透 因為它這個材質 它這個材質比較薄一點 然後又比較舒服 所以可能白色就要內搭 然後這個一定要燙的啦 再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剛剛Molly穿的套裝的顏色 套裝的顏色 欸 露 欸 先拿內衣 那 就是剛才Molly有穿這三個顏色 然後我覺得拿起來很有分量 就是它 就是它很有質感 對 然後卡其色 咖啡色 這是什麼顏色 咖啡色的話 就是這個咖啡色 是不是也蠻顯白的 然後 我自己是蠻喜歡杏色 因為感覺杏色就是比較成熟一點 杏色其實也蠻顯白的 但是應該蠻多人都不敢穿杏色 因為怕會看起來太裸露 太裸色系 但是我覺得杏色是 還蠻凸顯女人味的一個顏色 然後黑色就不用說了 黑色就是百搭色 但是既然是春夏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選就是比較 淺色系的衣服去嘗試穿穿看 對這兩個顏色都可以 這兩個都蠻顯色的 而且這顏色也可以穿到秋天 對 然後 然後因為 我們 這禮拜 上禮拜六原本有野餐日 然後延期到了 這禮拜六 然後我們有自己Puzzle的攤位 然後會有很多的活動啊 就是有遊戲這樣子 那大家可以來看看 是12點 還沒要結束 還沒要結束 想說像可以 在美堤河 就是河濱公園那邊 美堤河濱公園 對 大家可以來 就是帶更家人或是帶狗狗來 帶狗狗來 對 因為那裡很多狗狗 然後有空的話可以幫我們大家畫個 晴天娃娃 我覺得很怕下雨 因為下雨我們還是要去 對啊沒辦法 而且也不可能它延期 對啊沒辦法延期 這次會有 不只是Puzzle 就是跟Vogue Vogue其實它就是 還有Crispy Cream的 就是各個很多的攤位 大家一起這樣 不只我們Puzzle這個品牌 其實還有其他的攤車 如果大家假日還沒想到要去哪裡的話 對 可以 禮拜六可以到那邊去走一走 對 帽子 不知道後來有沒有要賣 不知道欸 不知道有沒有要買 對 好 那 然後先跟大家說 明天 明天 明天我們也 小秘密 對小秘密 大家知道了嗎 這個小秘密 應該 有人follow你昨天 那個四個圖片的那個小巧思 大家有發現那個小巧思 可是我看大家好像就只有問黃色襯衫 黃色襯衫沒有賣 但是我有看到有人說 黃色襯衫沒有賣 但是我有看到有人說 是不是那個 裡面的那個 對裡面的那個 明天我們會有個特別的企劃 然後是一個很 就是很 很 私密的企劃 就是像這樣子 應該是說 女生都一定 女生都會要的 然後 欸 明天不會直播嗎 所以想說那先介紹一下 有幾個款式好了 就是這次的內衣啊 都是 你自己 Peggy本人 對 她自己本人的 試穿 無數次的 最私密的 Peggy的size 內衣就在這 明天就會上架 亂講話 沒有啦 就是我想要說的是 就是 應該是說你為了這個 改了很多東西吧 對 其實內衣 每個人 穿著的感覺可能都會不太一樣 對 而且材質跟穿起來的感覺舒服 舒服舒服其實這件很重要 因為我看Peggy每天都在試穿 我大概桌上全部都是 抽屜也都是 對 我覺得內衣穿起來就是要舒服 但我覺得摸起來真的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就是會補 就是對 然後重量是那個型啦 就是整個型 型型型版型的感覺 對版型的感覺 像這個的話就是 我喜歡這一件 你喜歡這一件 對 我看一下我最推薦給大家 欸 我覺得這兩 這兩色我自己都會想要買 這個 它就是後面有做 這有點深 有一點美 美背的感覺 有人說連內衣也要粉紫色 對 這個 明天就是會有很多 它是這樣子 就是穿起來大概會這樣 對 它是有 做 旁邊有做這樣子 對 這個完全沒有鋼絕 它是bra 就是沒有鋼絕 它是沒有鋼絕 但是它的罩杯是可以拆下來 對 然後罩杯的 罩杯 它是可以拆開來的 對它是可以拆開來的 就是如果你不喜歡 想要去洗 拿去洗衣機洗的話 你怕罩杯會壞掉 你可以先拿出來 會有漂亮的包裝束口袋嗎 會吧 因為我們的那個 都會有不一樣的包裝 都是內衣的袋 對 然後我們罩杯啊 現在官網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我們官網上面 其實已經有分出新的類別 就是以後 大家去選購內衣的話 是可以依照罩杯去選 那我們罩杯現在有分三種 一種就是最薄的薄點 等一下這個就是 就是它就是 很專業 沒有任何上薄下厚的 就是比較適合 比如說大胸 大胸部的女孩 對它可能不敢穿 太暴如或是太集中的款式 它就可以選擇 我們上薄下厚的分類 對 像這個是薄的 就是一般的薄的罩杯 然後我看一下厚的 這邊都沒有厚的 這個好像都沒有 這個這個這個 幫我打一下 然後 然後第二種是有分 就是 上薄下厚的 就是它是 下面是 下面是有做 就是一般比較適合我們小胸部的女生 它會比較有 對它是有集中的效果 對它是有集中的效果 就是 上薄下厚的感覺 然後還有第三種是 大爆乳的款式 但是目前我們這款是比較少 因為比較少人會選 之後會有吧 對之後會慢慢的有 就是大家可以依照我們這個分類去選 因為 其實還蠻多客人都想說 不知道自己適合哪個胸型 我覺得 哪一種款式 其實 如果真的不知道穿什麼 或者是說你第一次穿這種化題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選一般的 一般你說 薄墊嗎 薄襯的 對啊 薄襯好像就是 大小胸部的女孩都可以選 就是都可以選 如果你第一次穿這種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選選個 對 對然後 先試試看你喜不喜歡 對然後就是另外曝光的這一款 我自己很喜歡這一款 因為它是 有看得出來 它是短版的 就是你可以直接穿這件 然後外面搭外套 而且它這個底下是做整片 滿滿的蕾絲 對它是做滿滿的大蕾絲 滿滿的大蕾絲 滿滿的大蕾絲 然後我們的蕾絲都是很舒服 它是有彈性的 就是它是有彈性 然後下面也是做花邊 花邊的設計 像很多我們有那個 Puzzle出的那種透膚的蕾絲 就是透膚的蕾絲 其實都可以選 這種的bra tee直接穿在裡面 對 就不怕有內衣的肩帶 好 就是不會有 就不怕會有內衣的肩帶 你就可以不用穿內衣 你就會穿bra tee 我喜歡這個 這款就可以了 它這個是後面有扣環的 它這個也是 另外一款 明天這一款有點黑 它是後面有做這個交叉的 很可愛 交叉的設計的 而且其實很多歐美都會直接單穿 單穿 如果你敢直接單穿的話 對 但是這也可以就是直接穿在 我們的正常穿 夏天內大家露出來 穿大家推哪一件 應該是這件 露出來 露出來 露出來好像要選這種 比較細的 而且我們 有些肩帶 我們的內衣的肩帶 都不是像我們這種一般的 像這個可能就是一般的肩帶 露出來好像會有點尷尬 對 但是如果我建議如果大家露出來 可以選這種遠古的肩帶 就是如果你要穿鞋件的話 我覺得你就可以穿髮 對啊 像這種露出來肩帶 就是也不會很尷尬的感覺 因為它就是一條線 會比較美觀 好像可以欸 如果穿鞋肩的話 對啊 如果你要穿 如果你要一般穿在內搭裡面 就是這樣子 而且這款很有質感 就是因為它是 它的肩帶是有做亮面 看不太到 它是做 有點亮晶晶的 拋光的感覺 好美喔 期待明天 然後如果說你不喜歡蕾絲 你覺得太女生 對 可是你有時候又會穿一些 你說斜肩的 嗯 T恤或者是露背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素面的款式 然後它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一體成型的 它是用滾筒狀的機器去做出來 所以它是整件沒有任何接縫術 它是完全一體成型的 完全是一體成型的 然後是細肩帶 然後有一點 一體成型都很舒服欸 對 然後它的下面這邊 也會比剛剛介紹的那些更快 更 對 它這邊比較快 對 然後背面的話就是 你如果穿露背的衣服的時候 是 因為它非常的 它非常的這樣子 嗯 所以穿露背衣服的時候 是會完全看不到它 我覺得這件大家 是必買的 因為這款 不管你夏天還是怎樣穿 這款 這款的版型很好 就是它是很包覆你的衣服 你有試穿過嗎 我有啊 我有試穿過 然後它的罩背是 也是上薄下厚的款式 然後它後面是做整個 挖背的設計 非常好看 會往上跑嗎 不會 就是它是 因為它的這個下面的這個啊 嗯 這樣背面看比較準 它的這個還蠻寬的 所以應該是不會往上跑的 我是穿是不會往上跑 我還沒有試穿過 對 那你內衣的部分介紹完了嗎 內衣 結束 介紹完畢 只是小透露 嗯 比較完整的系列 還是明天大家上網網看 顏色 對 我覺得我的臉好像變瘦了 哈哈 是變憔悴 然後這是剛剛有人說想要看的 吊帶褲 其實這個跟去年冬天秋冬有出過已經很像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但是這個不一樣的地方是在它是改成落地的長度 現在這個椅子 它改成落地的長度 然後我穿了一個 我156公分 然後我穿了一個稍微有厚底一點的鞋子 然後是剛好落地這樣子 那你不喜歡落地的話 你也可以把褲管反折 然後我是配了一個綠色T恤 這T恤也是這裡擺的 喔是這裡擺的 一個什麼基本百搭 然後它的材質也是屬於那種 滑滑的 就是穿起來蠻涼蠻舒服的那種 Pick哥好像穿黃色 對 他穿他配那個蕾絲去 對對對 然後這個是綠色 然後我覺得今年我們除了很多紫色的衣服之外 也除了很多 綠色的 然後我會選綠色是因為剛好跟我的鞋子的顏色有搭到 然後這個 因為你穿這樣就是比較南海風 所以我覺得也可以把頭髮綁起來 還現場綁 我覺得也可以把頭髮綁起來 就會更 更小男生的感覺 有嗎還是沒有 沒有我就宰掉了 可以啊 也可以放 可以放球帽之類的 而且綠色 白褲好看 綠色也蠻顯白 然後它這個 吊帶這邊是可以 調的 那因為我比較矮 我剛剛就把它 拉到蠻後面的 最近其實跟之前那一件蠻像的 就是蠻像 只是它基本上差不多 因為我有買那一件 因為我有買那一件 但是它就是加了長度 變成落定 因為原本的那個大概我穿起來是到腳踝 然後這一款就變成落定的 想要很舒適沒有拘束的時候 像有的時候 像我今天早上一起穿 我就想說我不想要穿很緊的褲子 剛剛有人說你很像剛睡醒 不是因為我不想要穿 像我今天因為下雨天 我不想要穿 就是有時候會特別不想要 我不想要穿貼腿的褲子 我今天就穿比較寬鬆 像這種的褲子 165可以穿嗎 當然可以啊 因為我現在穿這個鞋子 我也是160左右吧 所以165的話就是可能這樣吧 所以是165也是OK的 然後我要講什麼 它還有黑色 這個是米色 兩個顏色 應該是兩個顏色 喜歡 剛睡午覺起來 去年看看這樣穿過 它那一款是比較 對就是褲長比較短 那一件好像大家都有買 點點洋裝好 等一下去穿 可是只有深藍色喔 然後除了禮拜三 有會就是內衣 大靈命系列 跟大家在官網見面之外 剛剛有講禮拜五了嗎 禮拜五呢還會有 反正這個禮拜會給大家很多的活動 然後禮拜五還有小羊嚴選的一個 就是幫大家挑選了 可以先講嗎 就是都是牛仔褲的系列 就是它特別嚴選 穿起來很瘦的牛仔褲 會一起在禮拜五的時候上架 然後禮拜五過完之後 禮拜六大家就可以一起到 美堤吧 是美堤嗎 美堤河濱公園 跟我們一起參加Vogue夜餐日的活動 我們當天會有攤販 然後VVIP呢可以來 領一個甜甜圈 跟一個就是有我們設計 有江江設計的圖案的水 然後好像還可以玩遊戲對不對 對 大家如果有買這個好像可以一起穿 因為我們每天就要穿這些 那一天 現在買還來得及喔 禮拜六之前還來得及收不到 禮拜五可能就來不及了 就是這個野餐梯 這個野餐梯呢 我好像沒有在我的IG講過 但是它是我跟江江的寶寶 對 然後呢 這邊就是 因為為了要配合野餐 然後跟現在不是很流行hashtag 所以這邊有 這邊有 這邊有 這樣有過來看喔 看不懂 Pikney First 然後Pikney Matters 跟Pikney Party 還有Pikney Date 然後這個花朵啊 是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撞的花朵 因為這花朵是 江江手繪 手繪的花朵 因為為了配合這次Vogue的 野餐日日的主題是花 所以它就 畫了這個手繪的花朵 然後當天我們現場所有的裝置 也都會以這個花朵 去做延伸 所以 如果有喜歡 或是想要 或是你剛好會去 參加這個活動的人 都可以來我們的攤位 找我們玩 就是我們所有的人 都會站 有人按電鈴 對 有人按電鈴 然後它這個圖案是在背面喔 所以會是 穿起來會是這樣 大家可以跟我們一起穿 我們好像可以站一排 然後排背 對啊 因為我們禮拜六大家都要穿這一件 如果 有人 有的話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穿來 真的是電鈴聲 對 因為有訪客 然後這邊 正面的話就是 白梯 然後 佩儀說可以這樣 應該是不行 應該或是說佩儀可以 有做這個 佩儀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燈好像有點太亮 會曝光 然後這邊也是有小小的 配色的字 紅跟藍 太亮了 可是太遠好像又看不到 沒有辦法 然後下面的藍色是寫 We are hot as fire 就是 那個時候我想的時候 是想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 天氣 因為野餐的時候天氣不是會很熱嗎 就說我們跟火一樣熱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因為不是野餐約會嗎 所以情侶如果去野餐會約會 就是說 很熱烈 我們跟火一樣熱熱烈 熱烈 對 哇 對啊 現在下單的話 選宅佩應該是禮拜六以前來的機 7 應該也可以 但是明天之後我就不確定了 所以如果想要跟我們一起 穿這個野餐梯的話 可能最好是今天就下 禮拜五的話是一定來不及啦 但今天的話 大家提早一點準備 然後參加活動就是要提早準備 我們也很期待 對我也很期待 我們從上禮拜期待到這禮拜 希望那天是好天氣 可是太陽不要太大 因為會曬黑 是這禮拜六嗎 對這禮拜六 對這禮拜六 幾點啊 Maybe是十二點 十二點到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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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天好像還會有 小鮮肉是嗎 好像會有 然後大家如果是 都喜歡Puzzle的人 可是你平常找不到同好 你當天可以來 星期六不能去 你們可以直播嗎 你們會直播嗎 應該會直播唷 或是IG 或是IG Ruby我們會直播嗎 也許會 也許會 大家可以 周六會有賣衣服嗎 對對對 周六不會賣衣服喔 不會 但是應該會有一些展示之後的新品 應該啦 應該講小聲一點 剛進來是在哪裡辦呢 不是我們主辦的喔 是Vogue主辦的Vogue 風格也才會 或是你們也可以看Vogue的那個 官網 是 禮拜六十二點在美提 河濱公園 然後我們會在其中 會有一個攤位 我們不是主辦單位 我們是一個小 一個攤位 就是現場還有很多別的一起 就是帶著跟大家見面玩樂的 新製作的這個野餐 如果你們禮拜六還不知道 要去哪裡的話 可以去 不知道去哪裡的話 可以去Vogue野餐日 然後我們要去野餐日 不知道要穿什麼的話 可以去野餐日 我就會很像在電視購舞耶 可是因為這件我覺得真的很可愛 然後我覺得大家一起穿 就有那種高中或大學那種 班服 就是有點像辦活動 大家一起穿一樣 就會比較特別很開心 可是它又不會很高調 就是因為它不是在正面 它的突然是在背面 很開心 就是一種 禮拜六短直播 大家都很想要禮拜六直播 蛤?可是像是你們大家都只看直播 都不來是嗎 這樣小楊會傷心 還推給他 好 我們今天最後一套 我們歡迎 會是好天氣太棒了 歡迎 還沒有最後一套 我還要穿 那你趕快 那你趕快 那那 明天 明天除了 仙女來了 明天除了 我們的內衣系列之外 還有我們的睡衣系列 哇 然後 怎麼節目看起來那麼黑 就是最近我覺得好像是 算是這個企劃裡面最 最 就是算是最特別的一件睡衣 對 我覺得再加穿可以 再 或者是你要這樣子外出穿 也可以 有一點 外出穿我剛剛像 聽到是睡衣 是會有點變 可是如果你不講是睡衣 不講 我不會看 我不會發現是睡衣 把它放下來好了 眉毛瞬間變粗 有嗎 蛤 什麼 沒有啊 他說你眉毛變粗 我沒有啊 就是 欸 這件 這件其實也是睡衣 然後它是有副罩杯 副罩杯 它的罩杯是可以拆的 然後它的這個肩帶啊 是可以 就是自己綁的 對 就是如果你再加穿 你就直接穿上去 就一件 然後你也不用穿任何的內衣 如果 或是你覺得如果罩杯很壓迫的話 你就把罩杯墊拿掉也可以 會不會有人覺得 再加穿的太漂亮 就是 就是要漂亮啊 可以一肯再加都這樣 沒有 我不要亂穿 會透嗎 不會 因為它裡面是內衣 然後內衣也是特別去選 最輕服 最適合家居服的面料 像這個的話就是很柔軟 然後是有彈性的 對 它是有彈性的內衣 然後非常的舒服 帶了一點點的滑面 亮面的感覺 然後這個蕾絲啊也是 很舒服的 也是特別去選 它是做花的 就是它是小花 它是 蠻版的小花 可愛的小花 然後 有一點愛心 它是愛心 然後 也是有彈性的 也是彈性的 因為像這種 佩儀都會自己試穿 一定要我們覺得舒服 才會給大家 對 就是面料 假作家居就是 其實還蠻難找面料 就是一定要很舒服 一定要很舒服 對 然後像這款的話就是 它有一個很夢話的名字 叫做 夢露洋裝 不是夢露 夢露睡衣 就是 不知道是哪來的靈感 就是夢 就是很像夢露的感覺 內外間距 沒錯 就是內外間距 大家都很會 落實 對啊 然後下面是拼魚尾的感覺 就是如果你在家 穿這樣子一定 而且你知道在家沒穿鞋子 這樣完全就是鞋女 因為鞋女都不穿鞋 所以不用穿鞋子 然後就穿這樣 細肩帶的感覺 而且你搭牛仔外套 其實也很好看 牛仔外套 是這個禮拜 哦 對 就是這禮拜的 水洗的那一件 對不對 它就是 比我們以前上的牛仔外套 還要更軟 然後更 就是 它是有點像 對 它是比較 襯衫的 就很像男朋友的襯衫 很像男朋友襯衫 但是 它的肩膀是做有一點點的 微弱間 對 所以這款的話我覺得 就是春夏 如果你想要遮陽的話 就是可以 而且它是水洗的 我覺得 對啊 它的面料是 就是那個 顏色很美 是水洗的 水洗的面料 對 然後你可以捲起來 它長度 我覺得是 算是 算長 因為它已經 蓋屁股了 對 它是 整個蓋到 大腿的後面 地方 嗯 然後 扣子 扣子是這樣 這樣 可以當襯衫嗎 襯衫會厚嗎 不太會 因為我覺得 夏天可以拿來當遮陽的厚度 我覺得 如果單穿襯衫好像也可以 就是把它紮進去 就變一個 比較 比較有點慵懶的 或是你要把它綁起來 那綁起來好像也可以 然後 綁起來的感覺 這樣 欸 綁起來很可愛 對 綁起來 150會太長嗎 150可能就 就是會有點長 因為它剛剛已經超過屁股 因為它是做前短後長的設計 所以 就是看 看你們 150應該可以穿 會太長 就是很像穿男朋友衣服 會太長 但是我又很喜歡穿那種 寬大的 我看一下它袖子全長是怎樣 袖子好像蠻長的欸 綁起來很好看 真的 袖子很長欸 它已經完全蓋住了 就是 可能就是要故意做這種寬鬆的感覺 就是 對 故意做寬鬆然後再適合起來 然後是隨行的效果 就把它捲 我是捲個兩 三折 兩 折 三折 這樣子 三折的感覺 欸 後腿 綁起來就會感覺比較 比較 拉高比例吧 對 看起來腿很長 對阿 你覺得這一套跟明天 就是一起買吧 所以一起買 我覺得可以一起 好 一起搭一個 那我們歡迎 最後一套 最後一套的嘉賓 又回 欸你不知道是哪來提起 它是不是有限時特價 喔 喔 可是那灰色已經 賣完了欸 我覺得深藍色好像也蠻寒的欸 這個洋裝有兩個顏色 就是我現在身上的深藍點點 深藍白點跟 應該算是米性色配黑點 然後它這件其實我覺得有很多種穿法 它比想像中的還要十大 因為像現在官網它的穿法就是 它把收腰的地方這樣子拉一點出來 然後它附的綁帶這樣綁在腰間 不知道這樣看不看得到欸 好像深色 深色其實好像看不太到有綁帶 就是這個綁帶 看不太到 就是這樣子 可是其實我自己 沒有很喜歡綁在腰間 因為我覺得綁在腰間 有一點 Lady 就是我覺得有一點 示範 就是我沒有很喜歡綁在腰間的感覺 然後它這邊也有口袋 所以等一下我會示範另外一種綁 然後 除了綁帶有的時候會不見 所以我覺得它沒有綁帶其實也是可以的 它沒有綁帶你不一定要這樣子把它收 就是哪天你綁帶不見的時候 就這樣 你也不一定要這樣 你不一定要這樣拉出來 有些人不喜歡這樣太顯露身材 你也可以這樣拉下來 拉下來其實也可以吧 可以啊我覺得這樣很安慰 對 拉下來的話也可以搭外套 我昨天穿米信色我就是沒有用綁帶 然後就這樣拉下來 然後配皮衣外套 然後我覺得深藍色的話也可以配牛仔外套 其實深藍色也可以配皮衣外套 其實韓國女生很喜歡穿一件洋裝配皮衣外套 感覺又有一點mix的感覺 個性mix 甜美 如果你想要休閒一點的感覺 就可以配牛仔外套 這是什麼材質 有一點像學法 學法它是學法 它有內容在這 所以不用怕透 會透嗎不透 不透 完全不透 迷信也不透 不透不透 然後搭牛仔外套的話就會變比較 比較休閒青春一點的感覺 對阿 如果你當穿就感覺比較粗 對阿 然後皮衣的話 好忙喔 皮衣的話就會比較 再個性一點 就是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我昨天 配皮衣有人以為是另外一件洋裝 喔 是阿 因為完全變不一樣 皮衣其實配米信也蠻好看 配深藍就是 有些人比較喜歡穿 深色系 然後 對 然後現在又請 Ruby一直在講 叫我快一點 對 他現在要示範綁帶有另外一種綁法 因為我剛好說我不喜歡綁在 腰上 然後這個是我去韓國的時候 他幫我綁 因為韓國女生很喜歡綁在 就是叫脖子上 可是因為你如果直接綁結他有點長 因為他原本是設計for 腰帶的 所以呢我就會用兩個 你要慢慢的講 因為這應該蠻難的 兩結 這樣 奇怪一點 不是我在這裡他們會看不到 我不要阿 先把它對著 然後再繞脖子這樣 很像打領帶 但其實不是打領帶 就是 然後繞過來 看不到 繞過來 這樣交叉 我拉 用我的肉色當底 交叉之後這個套過來 這個這樣套過來 之後我就會調整到我想要 你想要的位置 之後再繞進去 繞到脖子那個洞裡 然後再繞回 這樣會不會太複雜 突然很像女人我最大 這樣會太複雜 就繞回去之後 很像在綁一個結的感覺 沒有看清楚的人 可以就是到時候再 回去重播 其實很像綁領帶 看不清楚 那等一下Ruby在 我們找白牆拍一個教學影片 對 然後這樣綁 我自己是更是 這樣好可愛喔 可是我覺得米杏的比較明顯 黑的有點不一樣 因為深藍 對 深藍的有點不明顯 如果想要不一樣的感覺 但它的結就是這樣 好打領結 我等一下拍一個影片給大家看 但我覺得米杏的會更好看 因為它這個有點不清楚 然後再搭一個外套什麼 我覺得這樣很好看 個人是比較喜歡擺在這裡 但是我跟你講 新深藍真的有點看不到 然後這個洋裝真的很顯瘦 就是她把手臂遮住了 因為通常我想要穿one piece的洋裝 可能Peggy 她們出的都是無袖的 然後我都沒辦法穿 這個 手臂也遮了 然後肚子也遮了 然後腿也遮了 然後它最瘦的那個 腳環 然後我去 我喜歡米杏 然後我去韓國的時候 我配涼鞋也很度假 然後你平常上班穿也可以配 上班鞋 好我講完了 我一直被Ruby蹬 沒有好不好 我講完了 換你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啦 就是現實要48小時 對就是到今天第二個晚上 紅灰色已經賣完了 現在剩下這三個顏色 然後特價490到 明天早上10點喔 然後它是有內裡的 而且算是很舒服的內裡 而且這一件我有試穿 它很顯瘦 我算是有嚇到 就是蕾絲中長裙 他穿完還跑過來說 欸你看你看 很瘦欸 但是現在真的 沒有那個時間來不及 沒有辦法試穿給大家看 忘記了 但這個裙子真的很顯瘦 如果你真的很不敢穿的話 我覺得可以從黑色的下手 應該是最基本吧 有白T黑字的那種 就很好看了 可惜灰紙沒有了 好我們要結束了 那今天抽 今天直播是抽什麼禮物啊 那個紫...那個... 紫色洋裝 平階的那一件 對洋裝 紫色MIT的製露洋裝 就是很多人喜歡長版T的那個 那個紫色賣完了欸 對啊 那你要送大家 送回...送黃的 送黃的 因為它密色 送黃的 或是他們要別色也可以 因為好像蠻多人說他喜歡 所以我想說好像可以送 然後就是留言加分享 今天就到這邊 我們是不是也播了蠻久的 對啊 我們今天怎麼這樣子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好啦大家掰掰 掰掰